同學們上課囉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主科老師 我是Cindy 我是Bonnie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 請記得按讚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上課吧 學測推薦也到一段落了 相信現在有很多同學 很多幸運的同學 就像Bonnie以前一樣 對啊像我以前的這個時候 已經在等著上大學了呢 超羨慕的 不知道準大醫生你們會期待大學開學 還是比較擔心開學後的新生活 尤其是教有問題 應該是大家最煩惱的吧 因為大學不像高中的時候 有固定的班級 大學每個人的課表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會擔心變成邊緣人 所以在開學的時候 一定要給同學很好的第一印象 不然之後就真的很難交到朋友了 真的 就像我以前一樣都是邊緣人 真的假 欸我以前的人力超好欸 所以不用擔心 現在就讓我來教大家 怎麼樣我才會邊緣人 欸你以前不是很大學 好像就只有一個嗎 一個 兩個好不好 有兩個啊 那你也是邊緣人吧 欸哪有 那兩個同學是很知心的好不好 知心好像有兜兜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不想剛開學就變成邊緣人 那接下來幾件事你一定要注意 你直接無視我人員超好就對了 嗯 第一點就是不要成為雷隊友 上大學之後你會發現很多作業開始 不是個人作業了 尤其是大一分組作業特別多 那剛開學大家還不熟的情況下 誰也不知道誰是雷隊友 但是我們自己千萬不要成為雷隊友 因為呢在大家還不熟的情況之下 分組報告就是大家對你的第一印象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被大家認定你是雷隊友 那接下來你真的要被邊緣了 這時候你不知道你以前有遇過組的雷隊友嗎 有啊就那種假裝自己不會做 假裝不會做 欸我也有遇過欸 就是那種到了要交報告的那天 然後才說 喔沒做 因為我不會做 對啊 哈囉我們現在是一起考進同一間學校 不是嗎 對啊我們能力應該差不多吧 我還有遇過一種是直想報告的 就是在一開始拿到分組作業的時候 他就說 我來報告 你們來找資料 然後重點是我們做好VBT給他 然後他還不會念 就是亂念 不要自以為聽不出來的思想偷懶嗎 第二點就是拜託一組 怎麼樣是拜託一組呢 就是動不動就叫別人幫他站位子啊 買飲料啊買便當啊 然後要交作業前叫團員借他抄啊 然後借筆記啊 甚至還有一些會叫你幫他作弊的啊 作弊 那你可以拒絕啊 你就說不要 對啊拒絕了之後他會說 欸小氣欸 那真的很燙欸 第三點就是自我中心 不要眼中只有自己跟別人 你在說我嗎 不是說你嗎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真的遇到過這種人 每次討論報告都大遲到 然後遲到之後呢 總是個人因素一堆 所以你現在在罵我嗎 不是說你嗎 我以前有遇過那種 早上時間已經到了 他才臨時說他有事不能來 然後就問他說什麼事 結果答案竟然是想睡覺 真的這超扯的 我也遇過 我還遇過那種就是 都已經時間到了 然後就沒出現 然後隔天問他說我想睡覺 完全不掩飾欸 真的 超級自我中心 而且他後來還說為了要賠罪 然後要請我吃飯 然後我們就去餐廳吃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欸我有帶錢包 我先走 第四點就是太特立獨行 簡稱怪他 對啊 西上的活動都不參加 簡單來說這類人就是自己 把自己搞得別遠 我在自己的世界裡 也不是說大家不能做自己 不能保持個人特色 但有時候太怪了 就嚇好很多人 對啊 像是切個蛋糕 一定要找原心啊 這還好吧 但是凌晨三點還在用機械式鍵盤打囉的室友啊 或是睡覺睡到別人哪有房間的那一種吧 或是什麼話題都可以扯到數學啊 欸不要一直爆我料 第五點 心機太重 把大學生活當成功鬥劇來演 對啊 愛姐小圈圈 喜歡在背後抑鬱的人 或者是貼意性 這種人呢 一開始 人緣都還不錯 因為喜歡交際嘛 可是後來 當大家發現你的真面目之後呢 真的就是重判清理啦 如果上了大學之後 不想請問別人人 那以上這五點就要注意囉 上了大學 真的要開始學習管理力的生活 因為呢 上了大學 不會有老師在頂你 同學覺得你很雷 也頂多 可以疏遠你 所以呢 你要開始學習負責管理力的事情 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有開心又忠實的大學生活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所以你是邊緣人嗎 請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課啦